陈佩斯曾是春晚上最闪耀的心 却在光芒万丈的时刻突然隐退 一别就是二十余年 当年陈佩斯与央视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 这是什么原因 让这场跨越世纪的恩怨在近日得以和解 现在一起跟随小野传说 解开陈佩斯与央视分别的来龙去脉 近日春晚官微发布消息称 宣布陈佩斯正式回归 双方之间跨世纪恩怨终于化解 还引起陈佩斯回归央视舞台的话题 在众人关注下上了热搜 这一次陈佩斯是以导师的身份参加的节目 并且央视还上传一段早年春晚陈佩斯吃面条的视频 看来这次是真的和解回归了 许多人不理解不就是没上春晚吗 那能有多大的误解 跟央视打官司这事还能算小吗 1984年春晚演出前 节目组找到朱石茂 让他创作出一个新颖的小品 于是朱石茂就想到同宿舍的陈佩斯 两人一拍集合创作出吃面条 他们为了确保节目效果 专门在演出前跑到天台体育馆演了一场 预演结束后 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才让他们放心地在春晚舞台上演出 今年中 朱石茂和陈佩斯两人 也把握住趁热打铁的大好机会 每年都会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出 陈佩斯当时是勇于创新的 吃面条中 唯妙唯肖的无食物表演 警察与小偷中同穿警服 但由于身份的相差 警察和小偷对同一个话题的不同反应 在于邮差中 通过清末与洋人的赛跑比赛 类比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主题上完胜 这些足以体现陈佩斯的创作能力 也让他在春晚的舞台上扎下根 可两次大胆的创新 却让陈佩斯渐渐想离开这个舞台 当时的陈佩斯对作品极其认真 在出演胡椒面时 他就大胆地演出光着膀子的片段 这在全国矚目的春晚舞台上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别人赚钱的工具 成为春晚宠儿的陈佩斯 以至于和节目组发生冲突 是因为在小品狗娃与黑妞 之后的警察与小偷 在彩排的时候 陈佩斯又和节目组沟通意见 并且还自作主张 恶意剪掉很多镜头 一年后 这场冲突终于迎来了大爆发 陈佩斯唱春晚的作品 再一次被春晚导演拒绝 这让陈佩斯恼羞成怒 明明作品没有问题 虽然陈佩斯在舞台上 表演的都是二皮脸的角色 可在生活中 他却是一位十分严谨 一丝不苟的人 他不过是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呢 陈佩斯甚至还质疑评判标准 自己明明是出于你而不染的莲花 却偏偏要被人戴高帽捧杀 黑暗的深渊 当年朱时茂和陈佩斯的离开 让央视春晚开始捧照本山 表面上看是时代的交替 实际的原因列位自有分说 可陈佩斯还是央视的香波波 于是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出版了陈佩斯八个小品的VCD光盘 这件事算得上早期的侵权事件 那时候版权著作相关规则并不完善 也很少有人重视类似事件 可一贯严谨的陈佩斯得知此事后 一纸诉状就将央视公司搞上法庭 咱们这话要两头说 央视公司做的确实令人责舌 难道就是位置高就可以欺负老实人了 用别人的视频不打招呼不给钱 这不就是为所欲为吗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因素 才会导致很多惨遭侵权的艺人 只能睁着眼看着不敢发声 咱们再说陈佩斯 有人会说他太较真了 好比女孩子出门被骚扰 人家报警 别人却要说谁让他穿的那么少 活该一样 这是原则和底线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那么这样的事情早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直冒打赢了官司 央视公司道歉赔钱 也为这件事大伤颜面 可他们二人也失去了最大的舞台 一时间 央视暂停与陈佩斯合作的消息 传遍大街小巷 下一秒还大红大紫 下一秒就成众矢之地 瞬间指责谩骂恐吓席卷而来 消失在大众事业中后 陈佩斯开始为生计发愁 那时候他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一年级 只是三百块的学费 他翻遍口袋 却难拿得出来 巨大的落差感 让陈佩斯开始渐渐迷失自己 他开始抱怨生活的不义 怨自己整日整夜抽烟喝酒砍大山 没人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走出来 好在妻子和他商量 与其这样浑浑饿的生活 不如回归本心 重新开始 佩斯和妻子在农村隐姓埋名 通过种果树养活自己 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这样 风吹日晒生活了两年 陈佩斯终于攒下三十万 已经人到中年 陈佩斯决定再拼一把 开始投身话剧领域 重操就业看似简单 但时代不同了 大家已经习惯快节奏的生活 想在摆忙之中看一场话剧 简直就是一种奢求 陈佩斯为了找投资 也是满北京城跑断了腿 在无数次碰壁后 陈佩斯选择自己投资自己 他开始张罗团队 一开始 陈佩斯心里也没底 一时当时的观众 根本就没有买票的习惯 都是找熟人 拉关系 弄后台票看 而是国内的话剧 基本都是赔本买卖 所以他特地送了一些赠票 给北京的高校 生怕人太少场子难看 没多久就创作出话剧托儿 这可是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 好在大家并没有忘记 这位喜剧大师 托儿首场演出 几乎作物学习 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于是陈佩斯便开始 张罗起全国巡演的事 托儿连演120场 票房近4000万 创造了话剧界 无法超越的神话 话剧火了之后 很多人送钱上门 有请他拍电视剧电影的 有做节目的 可陈佩斯都纷纷拒绝 不仅如此 他的话剧作品 也像雨后春笋一般 层出不穷 甚至还有意培养儿子 成为接班人 陈佩斯的话剧票房 一直都是全国第一 跨过乌江 东山再起 并不纯粹靠运气 更多的是 不忘初心和强大的信念 再次付出的陈佩斯 是收敛自己的锐气 变得圆滑了 可整件事的背后 却让我们看到 陈佩斯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喜剧大师 他对自己的作品 仍然秉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 在做人方面 仍然会让我们看到 他耿直的一面 陈佩斯会在采访中说 自己并不会像强拳低头 似就好比是一块石头 虽然很硬 但却有点石成精的能力 和央视和解 不难发现 陈佩斯是演艺真实的大师 如今他更是在闲散中 冷眼看这个世界 唇枪舌剑 毫不留情 可他仍是一位 严谨慈慈祥的老人 时至今日 再回头看他们的小品 依然会笑得前仰后合 就算过了几十年 依然是观众心目中 无人可替代的好演员 我是爱生活 爱跑根问底 追求真相的娱乐圈 名侦探小野 就此别过 咱们江湖 再见